來囉!3、2、1 登登!有沒有? Richard好友分享日 現在你看2、3、4、5名都已經出來了 那第一名會是哪一個? 這個就非常的令人就是期待 我們來看看第二名 這個Richard好友分享日 他的這個票選狀況如何 這個台新Richard周團開戶好友分享日 2018年的這個活動呢 其實有54個人投這一票 那他的得票率是18% 也就是說100個人裡面有18個人 覺得這個活動就是最好的 所以其實我也發現 其實因為台新銀行跟Richard 這個產品其實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你只要文章有沾上邊 有沾上那個搜尋已經最佳化 這個SEO的部分 其實你用關鍵字搜尋 很快就會找到我的文章 那很多人看了文章之後 如果覺得不錯 就直接就點點就辦卡 就開戶了 對,所以我有些額外的這個 這個信用卡的佣金也是這樣來的 就是人家網路上看到你寫的文章 覺得不錯,給一點辦卡 你就會有收益進來 就是所謂的費用收益 那這個Richard開戶也是一樣 主要開戶的話 就是我的文章寫得好 人家看了 給了就開戶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說 這個Richard部分就是一個人 每一季就都就是一個人 所以我就是拿完500卡 我就不會再拿了 就拿,他就不會再給我了 所以我就想到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 既然我的這些流量都浪費掉了 那不如把它分給大家 所以我就設計了一個排名的機制 就是寶可夢的罵集結束 那你跟我越罵集 我就越早幫你做排多推廣 那目前為止的話 就是我們第一季的部分 其實都已經快推得差不多了 現在只差兩三點我們有推廣 所以基本上的話就是 這算是很好推的東西 然後也是我 可以用我的能力 就是多分500塊獻金給大家 這就是MGM的力量 所以你們有看這一集的話 你就知道說 到底為什麼寶可夢會這麼厲害 我怎麼執著做這些事情 就算他要花掉我 就是全部的時間的50% 然後來整理這些東西 他還是值得的 好就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觀眾的意見 有人寫到說 因為雙方都有回饋 500元回饋很普 然後Ritcher帳戶是很值得辦的帳戶 搭上該活動回饋更多 這個不錯 然後有人寫到說 直接的現金回饋 或是好用的APP 再加上一點點回饋就值得了 新戶直接送500大方 推薦還有100 湊好湊滿就是1000塊錢 好這個真的是不錯 然後再來 的確拿到了500元的回饋金 蠻實用的 好所以你只要肯推 其實你都可以拿到回饋 然後有人寫到說 我要來去參團了 好也是一樣 就是非常的激動派這樣子 推薦人拿100 被推薦人拿500真的很不錯 但是推薦人一次 最多就是拿500 就是上限的機會 新戶送500很大方 推薦裡有100元也很不錯 這樣子 推薦跟貝丁銀行都拿到現金 這是很不錯的一個機制